HELLO 大家好,我是水鳳六 今天跟我的好朋友曼蒂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蒂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蒂 我們跟大家一起開箱這個黑歌季的投影機 有一陣子沒跟大家分享投影機這類產品 因為近年來推出的規格其實差異都不大 不過今天這台它的特色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喜歡 加上它的規格對比它的價格來講 也是比較超值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台 再來叫做Y3的觸控式投影機 我覺得它不錯的特點就是它是屬於N9TV的介面 跟現在主流的智慧型電視的架構相同 用來看影集非常實用好操作 加上它的亮度的部分表現也不錯 具備450流米的國際ANSi的標準 另外HELLO 也有實測在白電或室內開電的情況下 畫面上來說都算清楚 那關電效果是最完美的 加上它採用的是金層T972的處理器 它操作起來的流暢度也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待會依序跟大家分享 那開始前呢,我們就先請曼蒂 帶大家看一下配件的部分 配件依序有投影機、電源線、遙控器、觸控筆、充電線 那我們先看一下投影機的部分 投影機的外觀是純白設計 它的白色有點像鋼琴烤漆 從不同角度來看質感都非常好 另外頂部採用黑色 形成一種撞色的眉感 再來鏡頭周圍以及頂部按鈕都是採用眉骨精配色 很適合融入夾中的擺設 而且即便不投影也可以當藍牙音響來使用 接著可以看到機器前後都有設計 散熱孔及揚聲器輸出口 機器內部採用的是兩顆4歐姆的5瓦喇叭 可以輸出10瓦的大音量 滿足在室內外的使用 再來底部也有配置增高的墊片 讓你方便調整投影機的角度 也可以使用底部的螺孔配置來連接腳架 達到更多使用上的變化 順帶一提機器具備1.25比1的超大投射比 所以近距離可以投放大畫面 所以它的投放範圍可以從40達到120英吋 你就可以自由調整達到更大的視覺享受 接著請Leo跟大家介紹一下後面接孔的配置 好 後面接孔的配置呢 依序為電源孔、兩個USB、HDMI以及音源外接孔 那在USB的部分的話 如果不習慣原廠遙控器的話 你可以連接自己慣用的鍵鼠來控制 或者要玩遊戲時呢 也可以透過USB接收器連接遊戲手把來操作 當然也可以外接USB使用點來播放影片或音樂 那機器內部還具備Wi-Fi與藍牙 所以你可以連接網路呢 播放自己想要觀看的影片內容 那藍牙的部分的話也可以連接遊戲手把 所以等同於可以用USB或藍牙兩種模式來連接 除此之外呢 如果想要讓遊戲機呢 有更大的畫面呢 你還可以把Switch連接到HDMI的孔位 透過機器切換訊號源 就可以在Toyin的大畫面上 遊玩自己喜歡的遊戲 讓娛樂體驗變得更高更享受 好 那相信透過這些使用的接孔 以及Toyin的效果 就可以感受到Toyin機的便利性 不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機器的操作面也是非常的實用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軟體介面 好 Leo已經把Toyin機打開了 現在大家看到的介面就是ATV的架構 相信有些朋友應該會蠻熟悉的 那在這部分的話 你可以登入自己的Google帳號呢 就可以在Play商店的自由下載應用 那它的操作呢 跟大家看到的自衛型電視是一樣的概念 當然如果沒有你想要的應用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USB的方式來安裝 那Leo剛剛也從USB呢 安裝了一個第四台的應用 這個應用叫做晴天TV 有興趣也可以參考一下Leo前面的開箱 那透過這個應用的話 就可以把投影機變成電視機 所以操作上的時候會變得更加靈活 如果沒有看電視的需求的話 系統的部分也支援Netflix 所以你可以安裝Netflix 登入你自己的帳號 用來觀看電影或影集都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切換到Youtube 觀看自己喜歡的綜藝節目還是新聞 都是OK的 好以上這個功能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沒有特別之處 因為很多同類型的投影機 都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好那現在Leo是直接投放在白牆上面 好那他可以做到 其他投影機沒辦法做到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用觸碰的方式呢 來控制這台投影機的一個內容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酷的地方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觸碰的部分 好觸碰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透過他的觸碰筆 在畫面上來進行控制 好那第一次操作呢 請先打開它裡面的Touch CI的應用 我們需要先將觸碰筆跟投影機呢 做一個校正 那你只要打開APP上呢 在畫面上的五個點進行校正就OK了 那這個操作方式很簡單 只要在黃點的位置長按兩秒 把五個點都點成綠色就完成了 那當校正好之後呢 這個觸碰筆就可以代替你來觸碰 畫面上的任何位置 如果你想要點選APP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用這個觸碰筆來控制 當然拖椅也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你也可以用觸碰的方式 來調整投影機的設定選項來說 比較起用遙控器控制我覺得會更直覺更快速 而且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即便你不再投影布幕呢 直接投在白牆上 一樣是可以達到觸碰的效果 這個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非常的厲害 那不僅僅只是可以點選APP 跟畫面上的控制 你甚至呢 可以把它當作筆記的方式直接操作 你就可以自由的在這個畫面上來寫下你想要的內容 而且寫錯的話還有橡皮擦可以擦掉 包含如果備注比較多的內容的話 也可以用一鍵清索的部分來操作 其實我覺得它這部分就很適合用來跟 小朋友互動啊 或者是公司啊 上班族會議間的一個註解 個人認為也蠻適合老師使用的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當然我們工人當然應該也了解到了 那這台投影機 其實我覺得它的特色非常不錯 那我們稍微先請曼蒂來分享一下它的使用心得 我覺得它很輕巧很好期待 然後它又有觸控片方便 又可以看影片我覺得還不錯 是一台不錯的投影機 那除了曼蒂所提到的這些優點來講 我覺得它所具備的ATV架構也是算 一般人比較好操作的 因為就跟電視的概念很像 而且它的硬體來說是中規中矩 其實我操作起來我覺得還算 蠻流暢的 而且加上觸碰的功能 我覺得就真的非常的酷 那硬要挑戰的毛病的話 就是沒有那件電池 我覺得稍微比較可惜一點 不過因為它的外觀其實還蠻輕巧 蠻好攜帶的 所以不管是在戶外或在家裡使用 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影片差不多到尾聲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投影機的話 再來也會讓你非常好上手 因為它的遙控器上面 有一個電子對焦的按鈕 可以讓你輕鬆的調整畫面的焦距 包含它機器內部 也可以做一些提琴效果 還有很多投影上面的設定 算是非常非常好操作的 剛才給曼蒂試菜也是覺得非常的好操作 那另外就是在機器跟大家分享一下 價格面的部分 它廠商有說 本來它們是要做募資平台的 價格會賣到1萬多 但是因為可能時間上的問題 加上可能會怕被控價等等的問題 所以它打算不做募資 就是直接做平價的販售 那價格的部分 聽說是會壓到一半 打對折 世界 所以我覺得 打對折之後它的價格 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的 因為它的規格功能 操作的流暢度 加上還有觸碰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厲害的 我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它的相關這樣 整個在影片的資訊欄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跟曼蒂兒開箱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如果在一まで 我來看看 至于我們的最終 太多了 以上